安大略省列治文山市政府正计划发展未来新的市中心 市议会将于本月28日晚7时举行一项公众会议 就新市中心地区草拟规划蓝图征集名义 列治文山位于安省约克区中南部 离多伦多以北约15公里 为大多伦多地区的一部分 列市南起海维7 北到Bloomington道 东起海维404 西日Bathos街 90年代前的列市人员稀少 如今发展繁华 列市东南部华人较多 东部靠近旺市主要是伊朗人 北部当地白人居多 是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区域 大家整体素质比较高 列市的市中心目前是位于 央街Majer McKenzie和16街附近 未来的市中心将位于Richmond Hill Center 也就是列治文山中心 它会坐落于央街与Highway7交界东北角地带 位于大基马地地区地理中心 大基马地是北美最具活力和快速增长的地区之一 加拿大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 便来自这里 是安省的经济引擎 该地区还拥有加拿大最重要和最富有生产力的农田 其肥沃的土壤 温和的气候 丰富的水资源 以及靠近消费市场等特征 都是加拿大其他地方无法复制的 今天这个地区 以其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和独特的多元文化而广受认可 居民可以获得美食住所教育 医疗保健艺术和娱乐以及信息技术等生活服务 这个新市中心也将是公共交通枢纽 由众多交通服务网络连接 其中包括 杨阶北地铁支线勾运输系统Vivabash捷运 约克区公共汽车和蔚来HIV407穿塞位巴士捷运系统 新市中心落成以后将成为汇集商业艺术和文化 以及创新产业的重要区域地标 它也将是一个以公共交通为本的城市社区 建筑例行呈多样性 以及充满活力的城市空间和可供散步的细小铃舍 目前烈士政府已就蔚来新市中心的地区草拟规划蓝图 该蓝图将塑造新中心的愿景 创造住宅和商业用途的平衡 让居民可在此生活工作和娱乐 安大量省列次门山市政府计划发展未来的新市中心 市会将会在本月28日晚7点 举行一项公众的会议 就新市中心地区草拟规划蓝图征扎民意 列至门山位于安大量省约克区的中南部 距离多伦多以北约15公里 为大多伦多地区的一部分 列次南起highway 7 北到Berminton 东到404 西到Bratford Street街 90年代的列市人烟稀少 如今发展繁华 列次东南部华人较多 东部靠近旺市主要是伊朗人 北部当地的白人居多 是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区域 大家整体的质素比较高 列次的市中心目前位于 Yang街 Major Mattel 16街附近 未来的市中心将定位于Richmond Hill Center 也就是说列治民山中心 它会坐落于Yang街和Highway 7交界 东北角的地带 位置金马提地区的地理中心 大金马提是北美最具活力 和加速增长的地区之一 加拿大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 都是来自这一道 是安省的经济引擎 该地区还拥有加拿大最重要 和最富有生产力的农电 其肥沃的土壤 温暖的气候 丰富的水资源 以及靠近消费市场等特征 都是加拿大其他地方 没办法复制的 今天这个地区 以其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 和独特的多元文化而广受认可 居民可以获得美食、住所、教育、医疗保健 艺术和娱乐 以及信息技术等生活服务 这个新市中心 也将会是公共交通书楼 由众多交通服务网络连接 其中包括央街北地铁支线 高运输系统 Viva BRT巴士接运 和未来Highway 407 Transway巴士接运系统 新市中心落成后 将会成为汇聚商业、艺术、文化 以及创生产业重要区域的地标 它也将会是一个以公共交通为本的城市社区 建筑类型情多元性 以及充满活力的城市空间 和可提供散步的细小轮舍 目前列市政府 以就未来的新市中心地区 草以规划蓝图 各蓝图将会索造新中心的远景 创造住宅和商业用途的平衡 令到居民可以在这里生活、工作和娱乐 图 图 和 图